这是谁给你 我就是有时候很久了这些 要一两年了 这是什么事情 大麻 大麻 这里是什么 一人房祖民和柯震东去年8月14日 在成龙豪宅因呼麻双双背带 柯震东两个礼拜刑事拘留 结束后反台 但房祖民却因熔流他人吸毒 遭判刑六个月 只是虽然犯的罪行比柯震东还要重 但回顾整个拘捕过程 两人受到的待遇似乎正好相伴 事情发生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样 很非常后悔 然后我也非常抱歉 对所有支持我或是喜欢我 或是甚至是认识我的人 柯震东独白在镜头前哽咽痛哭 画面中仅以马赛克遮住眼睛 从其他五官轮廓和发型 还是能够清楚看出他就是柯震东 我做了最坏的示范 最坏的影响 犯了很大的错 还有我的家人跟朋友 因为他们一直是那么 那么最支持我的人 跟最爱我的人 但反观同一时间被逮的成容之子 房组民被捕时马赛克超彻底 整脸打马 甚至连脖子都看不到 而房组民除了被拘捕的过程 和出庭审讯的画面外 并没有像柯震东一样被要求 专访独白 甚至警方回忆起拘捕过程 还这么形容房组民 不过不论身份如何 待遇如何 身为公众人物 却稀马染毒 就是给外界做了最坏的示范 也重创两人的演绎之路 记得影片与综合报道